华泛大学在三年里面 能够提供大家一个很接近自然的器皿 或者是艺术的形态 或者是一种体验 作为疗愈跟这个灵修的一部分 是很重要的 陶艺其实在我们华泛来说 相对是一个主要的特色之一 茶道 花道 适合搭配的陶艺 往往都是柴烧操出来的 麻烦就可以白盖一个柴犹 然后来支持我们的花道跟茶道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研究 然后调整 才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对我来说前面那个部分 就已经是矿作了 即使那个成果可能会是失败的 但是对我增加我的那个生命的经验 是更有帮助的 阿美族的陶是很生活化的 然后很实用的 然后它的造型也是因为功能而发展出来的 非常的耐看 很可爱 然后这个就是阿美族他们实用的逃脱 吴智颖孝勇 他是美术系第一届的毕业生 在他念书的时候他就对陶艺有兴趣 之后他很好的历练 到了不同的艺术单位去工作 包含好几个博物馆 然后又申请到到日本去进修 去实地到日本的窑房去工作 然后他回来以后呢 自己也开发了自己 他回到他的家乡台东 做了池上窑 那么这一次我们是希望送给我们的毕业生 每人一个手做的柴烧茶碗 他就回来任教 这个厚度绝对是超过一公分 没有关系 你就是在捏同样的一圈 在捏第二次 然后这里 就是你要让它轰起来 你看它是比较有点 你的脸熬下去 因为他们现在 就是在学校 已经最后一段时间了 然后如果他们可以自己 亲手做一个茶碗 可以带着这个茶碗到 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他都可以有这个东西 陪伴着他生活 因为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会有一些感情 有一些回忆 就是要面临要找工作 然后所以压力上 就会比较大 然后做茶碗的时候 就会感觉比较放松 因为可以平静下来 然后专心做一件事 我想要把它做成我喜欢的模样 然后变成一个 我自己的小售唱 就是会希望自己做出来的成品是完整的 就算它可能坏掉了也好 或是做得非常好也好 它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作品 它一个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是大学的时候 在华范修陶艺课 那时候美术系没有陶艺教室 所以我们就借用公社系的陶艺教室 然后请了白宗静老师来教陶艺 上了陶艺课以后就很喜欢陶艺 然后因为陶艺是立体的 可以做创作可以做生活陶 那土又很自然 就是其实我应该是说我很喜欢那个材质 像这边就有一些一层一层的就是 页岩的东西 然后可是它非常的硬 然后也不容易拿 所以我可能就会找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的它是比较 比较软它可能手一般它就破掉的 就比较好处理 就会使用它 那像这些石头啊 看到上面会有一些黄黄啊 或是一些红红的东西 它可能就是一些 含有一些铁质 它氧化以后的颜色 那可能敲碎以后 它再烧可能也会有一些 不错的效果可以去尝试 我们学校就是沙岩啊夜岩啊 这类的 这类的就是地质 是这类的地质这样 所以在这个这段路上啊 边坡啊 都可以看到一些 沙岩跟夜岩的石块 就是很容易取的 就是你随手捡就有了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石头颜色是 稍微比较红一点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 就是光泽感 可能有一些云母啊 类似这样的成分在里面 其实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知道水源地这边 有很多的黏土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堂课 就是有点像是材质探索 这样子 这类主题的课程 然后老师都带我们来水源地 然后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水源地 可以找到的那些自然素材 然后做作品 然后有一组同学 他们就用了水源地的黏土 就像这样的黏土 然后做了很多小小的碗 然后当成他们的作品 所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就是学校是有黏土的 因为我之前在滑饭那四年 然后住在学校 那四年影响我蛮大的 就是我往后的都是以自然为灵感 然后用自然素材来创作 然后我开始从源头 就是材料的部分 就开始创作了 比如说我就开始自己去裁土 然后配土实验 所以我来到滑饭 我也想要用这种方法 更深入地去接触 就是滑饭的土壤、自然等等这样 然后用创作的方式去发现 以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我不晓得的事情 你这个看起来很厉害 有吗? 有 公社 对,看起来很厉害 他一直很投入 在他热爱的领域里面 华泛大学很多的校友 因为他的人品 他做事的敬业的态度 跟他原来受到滑饭大学 环境教育的影响 一开始他可能不是那么光芒四色的人 但是久了以后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经得起考验 为组织所喜爱的人才 这个就是滑饭大学的魅力 跟环境、人文的熏陶 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一种特色 而且你的底会很漂亮 是一个有点圆圆的感觉 陶液它其实工艺的这个成分很重 它有一些比较严谨的工序 你必须要要求自己到那个程度 不然你做完以后 你可能在做的中间它就坏了 或者是你做好以后 它的干燥过程都会坏掉 即使干燥过程都没有坏掉 你烧了以后可能裂开 所以就是不能差不多的这种态度 即便是实验你也必须要 自我要求到一个程度 我们队友的设计是再高温的 在1350以上 它是实验的好 它不是1300以下的话 它是表面的油柚 一般表面的油柚 你会只是底部的沾黏 那底部的沾黏 你往往就用那个断肋砖作为垫片 那你就把垫片磨掉就好 所以说你要拿出来的时候 全部要清掉 因为你现在拿也可以 没关系这次可以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没关系 下次的话你绝对要清掉 不然的话你不清干净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盖潮是一个很专门的知识 陶艺也不是一个主流的工艺创作 所以要说服学校里面有摇这件事情 需要有很强大的意志力 去把这件事情促成 然后它压下去以后 整个拱它会拎开来 它会跟这个模分开来 就靠自己站着 陈妙凤老师跟邓淑慧老师 就是林瑞华老师的太太 她们曾经是银哥陶池博物馆创馆的第一批的管员 她们曾经是同事 季缘的关系 所以林瑞华老师来划饭盖药 又非常的刚好的林瑞华老师 她推的是没有黑烟的环保材烧 她又是金氏世界纪录 材烧最高温的纪录的创造者 就是这么的刚好 然后她又愿意来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促成了 这个是池土 这个可以放在前面 这个也可以挡火 以我们现在烧1360的话 它可以放在挡火的位置 因为我们推广环保材烧已经十几年了 可是在台湾来讲 很多人认为材烧就是很污染环境 或是说它在烧咬的过程就是 很热或是火很多 就是有一些操作方法 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要推广的环保材烧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透过华换大学这样的一个 大学的教育的推广 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说 其实材烧它有一条很好 就是很适合推广到全世界去走的一条道路 就是说第一个对烧咬的人也很健康 对我们的地球也很健康 然后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长期以来基本上就是用电摇 那电摇就是程式控制 按钮按一按 滋滋滋 然后我能回家隔天来就好了 那柴摇很不一样 整个过程活了非常多时间 可是藉由这个头柴的过程 你会发现这个烧咬的那个声音 然后土跟火交融之后 它产生的那种能量 你亲身坐在摇前面去感受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我真的我有被感动到 我就觉得哇 反映到人跟地球的关系 人跟大地之猛的关系 这个层面 忙碌的人生 有一点点时间沉淀 对于我们而言 反而非常宝贵 有一点杂音也不错 其实给它一个认分的地方 期盼了好一阵子 今天要贴开 大家的作品的真面目 好 请大家鼓鼓掌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提 希望这个摇在大家的加持之下 越烧越旺 我们华范窑要在国际间扬名例外 我们从幼药的角度来看 它为陶瘾增加很多附加价值 从柴烧的角度来看 其实柴烧的温度的改变 其实就是一部文化的演进史 那么我们的3D烈意 也是从陶的角度出发 那么它可以变成很科学的 很技巧性的 它也可以是很艺术的 很随意的 那也是平民百姓的 它也可以是很专业的 所以对于华范大学来讲 就像我们的佛教艺术 它也可以适应小众 尖端的艺术收藏 也可以适应普罗大众 家里面的器物 它也可以在庙域里面 宗教的场所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 没有夸大 也没有过于保守 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给了它好的氛围 希望这个种子能够发展的成熟 将来就会绿树成一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华范游战